台中市出租公寓 深夜传出凄惨尖叫 三女一男惨遭凌迟 鸡皮疙瘩死后不退 幸存女装死躲劫 发简讯向亲友求救 满屋先写宛如炼狱 凶贤畏罪一跃而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来看这起洪国阳情杀 凌迟血案 发生重大命案 警方立刻赶到 这栋11层的大楼 只见杀了四个人的凶贤洪国阳 已经跳楼死在现场 警方来到酒楼清查 赫然发现 卧室内还有四个人被害 原来姚家小女儿 刚分手的男友洪国阳 回来找他谈判一整晚 到清晨谈判破裂 洪国阳涉嫌拿翻刀 把女友洪一银 以及女友姐姐洪山云 以及另外一对男女室友 全都杀了 两个人都死掉了 我可爱 我太不想走了 我太不想走了 我太不想走 她都不想走 她就轻轻了 再把女儿子抬 可是我想这也是这样 感情就是这样 她也是爱这女孩子 抬不下去了 姚依营喉咙被砍了一刀 说不出话来 传简讯向父亲求救 姚爸爸8点10分赶到现场 姚依营爬出来开门 被紧急送医 但是姚山云失血过多 在8点44分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跟男友诀别后死亡 四名死者当中 姚山云被砍得最惨 她的手臂处处是剑骨的刀伤 后颈部被砍了三刀 几乎砍断了脖子 她的父亲说 姚山云的个性很直 大辣辣的 看不惯的事情 就直接骂 由于妹妹当时说要搬出来住 她这个当姐姐的想照顾人的个性 又显现出来 于是陪着妹妹搬到外头住 她滴得蛮多的 所以我们知道她排尾很久 因为她在那儿 怕什么 怕在10分钟以上 因为我们走一招 又走回去是不是 滴着滴着滴着 又走 又滴着滴着 平时她排尾很久 所以我就说 要有说一句 你要杀人 你很残忍 你杀得下去 等到你要杀自己的时候 你去皮就不好 抬白人很简单 因为白人不是你的肉 你抬你抬 你抬你自己看看 长期防疫大作战 万万水神推出微酸性电解次氯栓水生成机 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 各种场合都适用 简易安装 单件操作 方便 省时又省钱 与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不伤害环境 一天使用200次也没问题 有效抗菌 安全环保 快点购推出独家超值组合 快上网搜寻 快点购 好不好 随着 未经历